工人在工廠裡將貨品卸貨整理 這是南非喬務委員林茲毅在德本的大本營 可以容納幾百個貨櫃的大倉庫和保全系統設備完善的辦公室 顯示出林茲毅事業上的成功 1990年代他隨著堂哥的公司到了南非打拼 並在南非設置了製造成衣原料的工廠 從一開始的300名員工逐漸擴充到七八千人的規模 但隨著公司的營運擴大 工作量也增加 引起了當地員工的罷工潮 當時林茲毅代表公司出面與工聯協調 卻變成人生另一個轉捩點 那時候在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當然上層理解 中下層不見得理解 所以造成很多罷工潮 那我就建議前面的公司希望說 慢慢稍微修正一下導向 當然可能理念上一些問題啦 所以在2001年底 我就離開前面公司 因為也是 工潮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 造成你做一個自己沒有完全幫 完全掌控的產業來講 所以我就跟前面的老闆談 我是不是自己出來創業 自己出來創業 林茲毅一開始感到彷徨 最後在朋友的協助下 從製造牛子庫開始做起 不過卻又遇到了南非壁匯率的問題 一開始我是從生產轉成進口 進口來講 匯率對進口的衝擊非常大 那碰到這種情況下的時候 事實上 因為衣服這種東西 衣服布這種東西 你視線都下單 很早就下單了 所以在你下單的時候 碰到匯率衝擊的時候 造成你後面下的訂單 成本都增加很高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在生意誠心上 你又不可能說 我記得單子賠錢 然後不抓一個客人 所以我就面對一個客人 去跟他們協調談 林茲毅就這樣以成衣為事業出發點 逐漸將事業版圖擴大到建築業 工廠生產製造業 批發零售 甚至是股票上市公司等 在巔峰的時候 他的事業跨逐了十一住行娛樂 也讓他結識了許多台商及當地朋友 其中就包括了不少南非政要 以及南非第一家庭祖魯王 那一個朋友介紹一個朋友 你扣充不同產業 你叫更多的朋友 即使企業也更多元化 那正假的因為我在南非來講 在這一方面介入算是蠻深的 當然應該是從南非目前的 就是執政黨他們的青年團介入 我就蠻支持他們這些人 所以每次到他們在德本要上法院 開會啦 整個黨裡面的 按議席執行的人在德本 都是我在招待 就是因為這樣機會 你會認識這麼多朋友 與南非政要交好 林姿怡帶領非洲台商走出傳統 與主流社會頻繁接觸 也創下台匪斷交以來 兩國最高層級的民間外交先例 曾經擔任非洲台商總會總會長 以及世界台商總會副總會長的他 雖然平常作風低調 但是只要是僑借朋友有問題 他都一定亦不容辭幫忙 在僑借上我們能有機會服務僑胞 當然是一個也是一個怎麼講 榮幸的事啦 我一直因為我想大家 在南非大家都認識我是 因為我在僑借上 大家有朋友 朋友有什麼問題 他們打給我 我一直都想辦法去幫解決 那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自己覺得我如果 我自己啦 因為當然每個人 有自己不同的概念 我是覺得我如果可以幫任了一個人 把他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解決了 我自己感到也很有成就感 就是這種兩肋插刀的作風 讓林姿怡在僑借和主流社會 都廣受好評 也讓他在2012年成為 喬務委員 前述台灣在外交艱難時 成功達到多次官方交流與互動 最好 共產生 表達 發成功 谢谢大家